今天我们要讲的是, 方舟中的蛟蛇一族, 每条蛟蛇毕生的追求, 就是有机会进化成一条真龙, 为此, 一条名叫赖皮蛇的族内成员, 大逆不道, 屠杀同类, 想尽办法变成真龙, 而我们主人公辉哥今天的任务, 就是犯他。 嗯?原来镜头在拍我? 咳咳,小伙伴们早上好呀, 看看我这个方舟巡察官多勤奋, 一大早就开始赶路了, 机器人小娜, 你快把情况给小伙伴们说一下。 收到, 在腐化地带的一处湖泊, 生活着最后一条蛟蛇, 它肩负着家族唯一的希望, 那就是进化成龙, 今天需要辉哥前去相助。 哦, 好家伙, 骄蛇成龙, 这可是个沉重的任务呀, 这事必须要办好。 很快我就来到了这个湖泊附近, 见到了今天的主人公, 我去, 怎么就这么一点点, 不是骄蛇吗? 我还以为很大只呢, 没想到是一条小蛇蛇。 就它这可怜的模样, 怎么也不像是能变成真龙的呀。 于是我打算先看看它的本领, 只见这条小蛇蛇, 左转转, 右转转, 时不时还能咬上两口, 除了这些技能, 就什么都不会啦? 我的妈呀, 这也太弱了, 不会是监察者故意来坑我的吧? 这是什么声音? 不好, 我心里大感不妙, 只见小蛇蛇突然出动, 和一条巨大的眼镜蛇开始搏斗, 我的妈呀, 这不是赖皮蛇吗? 啊, 传言说, 它也一直想要变成真龙, 为了达成目的, 做了不少坏事, 残害了很多同胞不足, 没想到今天居然在这里看见它了, 本以为小蛇蛇很弱, 但它的勇气可佳, 面对如此凶狂的敌人, 也毫不畏惧, 我决定帮它一把, 我操控诺格林, 准备对赖皮蛇进行控制, 没想到这家伙无法被选中, 看来是无法将它消灭了, 情急之下, 我拿出在机器人小娜那里学习制造的恐龙抓捕枪, 迅速将小蛇蛇吸入, 抓紧逃离了现场, 哎哟喂, 真是太惊险了, 小蛇蛇能力很弱, 但是它的勇气, 却让很多蛇蛇无法逼你, 难怪说是焦化龙的最后希望, 传闻焦化成龙必须经历劫难, 可这劫难究竟是什么呀? 嗯? 打雷了? 难不成, 难不成这就是传闻当中的焦度雷结化真龙? 小蛇蛇, 你作为焦蛇一族, 体内拥有龙族血脉, 敢不敢上来试一试? 好, 但是据我观察, 这天雷实在是太高了, 咱们站在地面无法被击中, 只有到达更高处才行, 爬山已经来不及了, 不如就试试它, 据说踩上去的生物会被喷到天上, 如今只能拨上一把, 生死有命, 富贵在天, 小蛇蛇, 冲呀! 天雷, 助我们一臂之力, 给我披它! 小蛇蛇历经天雷轰击, 成功激发体内龙族血脉, 化身称为东方水龙! 体型变大的同时, 头部化身为真龙模样, 看起来帅气无比, 还生出了四肢, 方便行动和攻击, 龙之旋转, 东方水龙扭动它的身体, 对周围进行三百六十度全方位打击, 龙之胜水, 龙王从口中喷出胜水, 对敌人进行从生理到心理的全方位洗敌, 不愧是焦化成龙, 如此强力的他, 必须要去找赖皮蛇试试伸手, 小小赖皮蛇, 真龙在此, 还不赶紧跪拜, 看来你很不服呀, 当初你为了进化成龙, 残害了不少同胞兄弟, 今日我以方舟巡察官的身份, 将你就地正伐, 放正法, 小小赖皮蛇还敢造次 如今我有龙王在此 将保享东方水域永久安宁 今天东方水龙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作为方舟巡察官 成功铸骄成龙 打败了邪恶赖皮蛇 没想到还有这么奇特的经历 看来以后的故事应该会更加精彩 小伙伴们尽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